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信网大行观世》 我们今天请来资深证券业界人士温天立 与我们分析内地增发优先股对市场的影响 Warno 你好 阿姨 你好 内地昨天传出监管机构 有可能批准内地银行增发优先股 刺激内地银行的股价急升 Warno 其实增加法优先股对内地银行业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现在都了解到 内地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来说 其实都是遇到一定的挑战的 其实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有一个集资压力 那优先股其实是什么来说呢 其实优先股来说其实都是公司的股份来的 但是它在发行的过程当中 一般就不是说公开发行 也都不会说是上市的 反而它就是在收股息或者是公司清盘的时候 它的所谓优先次序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有些所谓的机构性投资者 可能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股份 但是都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 始终优先股很多时候都是 就是所谓没有投票权的 所以在目前内地的所谓法规之下 特别是公司法或者相关配套做事 在同股同权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没有法例去支持这种东西的所谓法行 所以如果真的要处理这方面的所谓工序的话 始终法例或者各方面都要进行配合 而可以令到公司发行不到 这个优先股的所谓的程序 发行优先股对其他持有内银股 普通股的股东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优先股对内银股的股东 是有两个影响的 第一个就是正面的影响 因为始终它不是公开发行 亦不是上市的好时候 所以从股份的供求方面来看 就不会突然多了一大堆H股 多了一大堆A股在市场上流通 这也是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来看 始终这些都是股票 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优先的股息 发放的一个所谓的权利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见到就是说 对现有股东的股息 那方面 难免都是有一个坍博的效应在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是大家都要留意的 现在目前市场上较为正面的原因 就是说大家可能觉得 因为公司不需要集资 不需要和公众市场拿钱 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 所以大家才会有一个 就是调佳的所谓的一个反应 但是始终呢 但是始终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 那个所谓的收入的 一个坍博效应 依然是存在的 如果多家银行 在市场上面 增发优先股 会不会吸走了市场上面的资金 对股市反而不利呢 我就觉得投资者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优先股呢 雖然它是股份 但是它又不是说 继续在一级资本那里的 所以变了如果有部分银行 就是有一级资本的缺口的话 其实它又帮不到太大的忙 但是你说是否会 从市场上面吸走资金呢 我觉得投资者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它未必说是 就是向公众发行的 它可能从机构投资者 或者各有一些部分的 就是各有单位发行 而所谓保住的控制住人同事 就不会对市场大大去冲击 但是始终 既然你发行了 给特定的投资者 想事也好 不想事也好 始终你都是 基本上 从供应上来某程度上 都是多了的 它不会从公众市场吸走资金 但是会从特定的所谓的 机构投资者 或者在一些过有的市场里面 就会转移资金 去到这个优先股这个范畴 对它们来说 似乎更加吸引力 因为始终的息口 或者是从债权方面 似乎都是较高的 所以我相信影响不会大 但是某程度上来说 依然是有一定的 范畴的所谓的改变 今天很多谢Ronald的分析 大行观世现在暂过一段落 我们明天会再和大家 探讨其他投资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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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